好吧 那我们再看下个例子吧 下个例子 这个房子呢 跟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前面个例子是 实际上是一个户型了 也在一个小区 在这个reserve 这个小区里面 那这个房子呢 是去年了 去年它的 这个房子是去年卖掉的 那去年呢 它是220万 它的 租金呢 是6800 那能看出这里面 能看出跟刚才那个例子 我们能看出这个 很多信息 第一呢 这个房价又涨了 从去年到现在 到今年2月份 这半年涨了20万 那这个租金呢 那没有涨房的跌 从6800 跌到6500 那 这就是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 现象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房间嘛 大家都在追涨 但是租金呢 是往下跌 这个街旁锡呢 就到了一个很尴尬的 一个处境 那就是说 他房价买的 比较高 那个 租金的 房子比较还少 那 这还好 因为他这个租金 这个房价还往上涨 所以他 还有那个底气 还有这个信心 把这房子一直保持下去 那往于这房价呢 反方向呢 这个房价和租金 双杀的情况下 可能就 耗不住了 拿出这个例子 做一下对比 为什么现在 人还会 进场 抢房子 不是他的租金 而是因为他的房价 好了 我们再看 这个是最新的 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这个房子呢 也是刚才那个市区 虽然这三个房子呢 香沙的很近 都是在 附近的两条街里面 香沙可能就 几百尺 它的户型都是一样的 都是2500 多平方尺 然后都是那个 那个面框嘛 都是40尺的lot 占地都非常小 然后这个房子呢 是 今年啊 它是 一般年 也是一般年买的 是140多万 对吧 是买的 相当 目前来说 是非常便宜了 然后他 3月31号 他现在3月份 是拿出来卖 是300多万 然后没卖掉 到 见到299万 然后3月31号 也不知道是 没卖掉呢 可能是卖不掉 开价吃的太高了 将近300万了 这种房子 年初的时候才 240万 现在到300万 这真的是 四口大开啊 就是坐地起价 属于现在当街盘侠 那就真的是 只能是不差强的人 而会进场了 然后那个 租金 6500 那这个性价比 大家想一想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现在街盘的人 他的 性价比有多 多好 好吧 那我们接着看 这个是刚才的例子了 我们看到 他的 进出处回报率 是1.2%了 如果现在进场的话 我们看看 现在的 进出处回报率 我们 先一步步来看吧 那这房子 就是也在 同个小区 与 第一个例子很近 然后 这个房子呢 也是2018年的 那他开价呢 是299,930万吧 然后如果 假设现在 有人来接盘的话 那 那这个房子 其实这个数据吧 都跟刚才 很差不多 HUA费用 他的 保险 还有他的维修 应该跟 第一个例子差不多 因为同一个小区嘛 同个户型嘛 也是同个年代的 那 唯一区别就是他的 因为他的成交价高嘛 所以他的 房地产税 可能就更高一些 这就为什么他的 他的 持有成本 会比刚才 更高一些 如果这个房子 也是住6500的话 那 大家算一下 他的 出售比呢 是2.3% 比刚才2.9%还低 然后他的 进出售报率 0.7% 那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 在这个一年嘛 如果你有 300万 你想想 你换在西地 5%的话 你一年可以拿到15万 投在这个房子里面 一年你的收入2万 就差13万 你说 谁能跟 强作对呢 就是这种 接盘侠了 梦想到 我这房子还能再涨 400万 500万 在这里给自己 画大饼 这个 这个大饼 也可能实现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但是你每年 往里面 对吧 损失十几万 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有贷款的话 那你损失十几万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护当呢 只能说 你不差钱吧 那 这种人 现在我想象的 只有是 大狂了 或者是 股票 最近股票 赚钱 赚了太多 这钱没地方去了 那只能 往在这地方换 两种买家 才有可能 这时候进场 然后 每年往里面 倒贴这么多钱 好了 我们现在 假设说 这个房子都不卖的话 它的出售比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时这个房子是 140万买的 因为它房地产 是按成交价 在加州 是按成交价 算的 它的那个房地产 税呢 是2万 其他费用嘛 应该差不多 HUA费用呢 是 都是每个月299万 然后它的 保险 也按2,500算 那这样算的话 如果这房子 它不卖住 出租的话 是3万1 这是它的 持有成本 每年的持有成本 然后它的住金呢 也按6,500算 然后它的支出比呢 就好很多了 就4.8% 虽然在 跟美国 其他地方 比 还是很低 它的净出租 回报率呢 2.7% 就是 即使 尔湾 2018年 买的房子 按现在的租金 出租的话 它的 净出租回报率 还是相当低的 那 可以看出 当时 如果这房子 没有这个 增值的话 那在这边 投资的话 那根本就没什么 投资可言了 因为你每年 就是 即使当时 就是说你的 贷款啊 比较低的话 2.5% 3%的话 现在有可能 还是亏本的 因为当时的租金 没这么高嘛 我们是按现在 租金算的 所以就按 当时的租金算的话 可能2%都不到 所以尔湾 非常 神奇的地方 因为 当时 买的人 投赌了 这几年 因为如果 5年前 6年前 投的话 他现在 这个房价 接近 涨了 100万 对吧 他租金对他 没什么东西 但是在 以后的5年 这个 房价是 还会再继续 涨100万呢 还是会 往回 跌呢 这个就 不知道了 对吧 因为 如果这个 租金的情况下 如果 房价不再增长的话 我想这个 很少有人 能 继续持有 这个 这样的房子 因为每年 都要往里面 亏钱了 除于这个 人不差钱 我们现在 可以总结一下 就说 这一期嘛 我通过这个 耳湾 和人口 组成 它的 收入中位数 以及它的 低率位置啊 为什么 这个 荷果酸 为什么 卖得那么好啊 就因为它的 两个 两个看点嘛 第一个就是 它能看到这个 迪斯尼 这个 网上烟火 然后 它的 面还被伤嘛 就是它能 看到那个 新港吧 或者看到 太平洋 但是呢 到底多少房子 能看到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是位置 比较高 位置低的话 我想一般 看不到 因为也太阳了 然后这个 荷果酸 到底有多美 看燕子 是还不错 但是那边的 房子 大家也知道 都是 cookie cutter 就是 都是一个样子的 对吧 刚才我们三个 三个例子 那房子都是一个 户型的 都是 两千百多平方 都是 占地面积很小 两百多万 都租金 六千多 就是都拿来的话 都是 通过刚才我们计算 现在接盘的话 除非是 大款 国内大款 或者是在美国 这个 最近股票 赚了钱 赚太多了 钱没地方去 就换来这里吧 那 一般人我觉得 就是 看看之闹而已 都是追涨 杀爹嘛 现在 在一片 交换情况下 又看到 这个 还价 这几年 例子 都是涨了一百万 如果我在那边的话 可能每天 都也很 很 很躁动 我觉得我还是 离的那边 比较远 挺好的 这样的话 你心惨了平静 我觉得 一个地方的房价 能不能持久 我觉得 它的那个 产业 当然很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 它收入更重要了 因为你这个 房地产 你总是靠 当地的人来支撑 对吧 不能 全靠这个 外来人口 就是说 比如说 外地投资 或者是 那个大款来炒 这样的话 这个持久性 我觉得 是 绑战的 特别这个 它的性价比 那么低 它的那个什么 你出租 根本就不能持久 对吧 每年都往里面偷 要往里面 亏十万以上的 这样的情况下 那出租 也是不差钱 现在不差钱的人 我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 或者到底能持久 多久 对吧 你一年两年 可能 但是如果 持久下去 就不知道了 然后那个 尔湾 那个地方 对吧 那个新房子 建了那么多 在那个花稿山 知道建多少房子吗 几千套 五六千吧 这什么概念呢 大家 看我那个 那个Tempa的视频 都知道 在那个Epperson 和那个Molada 那两个那种 大市区 那边也就建 到目前为止 也就建七八千吧 花稿山 那种在山沟里面 就能降这么多房子的 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谁在挪泳呢 那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好 那这一期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尔湾这个 特别是花稿山 有多好夸的这个状况 还有他这个 通过这个数据吧 来分析这个 到底在买花稿山的 乃至这个 整个尔湾的人 都是哪里来的 出租呢 是不可能支撑这个 不能让这个 买房子这么 支撑下去的 除非这个买房子 这个财力有多雄厚 才能继续持有下去 特别在目前这种 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下 好吧 如果你们 记得我这个视频呢 对你这个 在加州特别在尔湾 花稿山 投资呢 有所启发的话 那请别忘了留言 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这个视频 好 谢谢大家观看的聆听 下视频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